請你跟我這樣過 腸胃 保鑼費 妳是到什麼醫院啊 沒有 我後來到大醫院去 是換到大醫院 然後醫生 小護士大醫院 對啊 怎麼會 這種診斷好 一開始去的是 一直以為是感冒 一開始去的 誤判的是小的診所 但是到大的這種公家醫院之後 他有確定是剩餘剩餘 所以我也是認知 要當場入院 但入院就三天過後 抗生素一直沒有停過 醫生說不行 妳要照片 要住三天喔 我住了幾天 我隔天就去照片子了耶 他跟我說 妳的狀況好像並沒有比較好 所以妳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器官 可能也有發炎 或白血球的一些狀況 所以又被推出去 因為那時候 抗生素是不能停的 所以那時候又去檢查發現 好像也有一些肺炎輕微的狀況 所以抗生素又再加重 所以那時候住院就因為一個憋尿 因為一個疏忽 所以我那時候住了 所以妳的腎跟妳的肺 也有連結就對了 我覺得他們 怎麼會跑到肺炎 我覺得他可能太累了 在他裡面的東西 所以全身都發炎了 對 超值 在抗議了啦 可能那是中邪吧 會不會 對啦 生病啦 是生病啦 對啊 要承認自己忍尿 忍出會發炎 對 不能憋尿 真的不能憋尿 而且真的要多喝水耶 這怎麼會嚴重到 你說好 你說腎臟發炎 我們可以理解 跑到肺來了 這個 其實它可能是比較嚴重的 腎臟發炎 它造成了 是有可能的 對 細菸會到處跑 那不宜 其實這種很少見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說 敗血症以後到處跑 再來就 天啊 我真的好高興 今天在那邊見到我 其實打擊腎 讓腎不健康 有一些敵人存在 不只是不喝水 不只是不喝水 我們今天說到了四大敵人 第一 來看 來 第一個 好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敵人是什麼呢 來 就是吸藥止痛藥 因為人家常常在講 不是說什麼吸藥止痛藥 你吃多了不是傷肝就是傷腎嗎 對啊 常是耳語相傳嘛 對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 自己本身是三高的病人 他就是要吃一些藥 但這個藥到底怎麼會亂吃呢 接下來要考考大家 好不好 繼續聽吧 好 患有三高的病人 只要病情獲得控制囉 為了避免腎臟的負擔過重 是不是藥劑就可以自己 把它減量來使用呢 又達到控制的效果 又減量就不傷腎了 是不是這樣 圈叉請選擇 樓上有請問的媽媽是 汗可嗎 圈 可以減量 因為已經控制住了 應該就不要吃那麼多 要造成腎臟負擔 很有道理 聽起來有點對 對 這個好像學禮在推 對 包大哥 差 我覺得就我們剛才所講出來的 我覺得還是經過 我才能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有的時候 你的應該是什麼 那個藥劑 你沒有完全把它除掉了 它還會再復發 對 如果你自行減量 你認為好 其實它沒有跟除 那如果反過來問這個問題 三高的藥 它是要長期吃來控制的對不對 那如果長期吃這種 需要控制的話 會不會傷腎 會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之前我家人 他有肝指數過高的一個狀況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有 長期在吃這種藥 然後去降低他的肝指數 但是那時候我們就非常緊張的 有問醫生說 那這樣對腎好不好 副作用 對 那醫生就說 其實你吃藥 而且只要是藥品 其實它就是會傷腎 真的啊 對 可是不吃又不行 所以你不能說 因為是慢性病或急性病 或是它的藥劑比較重 或是比較輕 所以它對腎的傷害就會有不同 其實你長期在服用藥 對腎就是 我覺得一定有一定的傷害 對 好 所以這個題目 來 林醫師 你幫我們解答一下 其實這個題目的話 絕對是打叉的 對 能見 你看看 我們跟梁哥是站在一起的 很多人就是擔心 吃那麼多藥 對肝腎會有所傷害 對 它自己就減量 像血壓好不容易控制好 是 它就減量 血壓就變成一塌糊塗 因為你不可能24小時 每分每秒都在量血壓 對 了解 所以你往往就是說 本來吃兩次 你改成一次 你吃完馬上去量 很好 你不曉得你晚上的時候 來吃兩次已經工作了 那這就是很掙扎 像剛剛那個愛麗絲就講 她說 那我這些藥 我吃久了又傷腎 你又不能自己減量 或是不吃 其實這個講法是不對的 因為你事實上 好好控制好才不會傷腎 因為你好好控制好了 你的血壓 你的血糖 你的尿酸 你的腎臟才不會受到傷害 了解 了解 然後 吃藥不會傷腎 是過量或是超過那個 才會傷腎 而且事實上 你在使用這些藥物的時候 醫生都會幫你注意的 像很多要吃Rxpilin的 預防血栓的 他自己就停藥了 就一下子大中風 反而危險就危險 很多高血壓的 其實他們就說 我140 150就好了 我不用控制到120 其實現在觀念就是要120 130 結果他腎臟就 血壓控制不好 五個就有一個變尿毒症 糖尿病控制不好 三個就有一個變尿毒症 而且像通風最常見 通風很多就是通風 發生吃個止痛藥 其實他平常就要吃抑制尿酸的藥 那尿酸很低不會發生通風 腎臟就不會傷害到 這些藥其實換個角度來講 是保肝的藥 不是傷腎的藥 所以這樣子說的話 吸藥止痛藥 他吃下來 他跟傷腎的邏輯不見得就是等號 對不對 所謂會傷腎傷肝就是 我們擔心是止痛藥 特別你不經醫師主婦的 自己隨便去藥房買的 而且經營累業的 我有病人要出國 必須帶一箱的止痛藥水 那個三角瓶的 不然沒辦法過日子 因為裡面都有咖啡因 有什麼 你成癮 他不喝整天無精打采 其實剛才鮑娜哥在講說 他偏頭痛就是那個藥 我覺得你算還滿幸運的 因為之前有一個女生 他一模一樣 就是有些女生的偏頭痛 就是很奇怪 就是反覆性的發作 然後他常常一開始吃 覺得一顆藥有效 然後後來越吃越吃 覺得有耐受性 那個女生他最高 他可以吃到五種藥 還不是五顆 是五種 因為他覺得這種有效 那種好像沒效 後來他就混著吃 每次偏頭痛他就硬自己 就是自己調配藥 後來很厲害自己吃 他說大概是這樣子 他的偏頭痛持續五年之後 有一天他覺得自己的尿尿 他就聽起來說尿尿要觀察 後來發現不對 他尿尿的顏色好像不是很變 他就去驗 驗的時候醫生說 你的尿液裡面有前血反應了 然後再驗就發現 他其實整個腎功能已經到 應該大概就需要洗腎了 所以他沒多久之後 他就洗腎了 那如果有的人你知道 奇怪 因為上一輩他們的很奇怪的觀念 糖漿它不是為藥 所以有的時候他會吞藥 然後再配糖漿 他兩個貨在一起吃 那我顯得更可怕了 其實最怕就是加強 還是像這種使用方式 因為第一個他就是像 普拉騰的乙西安婚 他對腎臟傷害是一部分 然後這R4P0類的 又是另外一類的止痛藥 傷害又是另外一部分 兩個加起來加成 所以在國外他們是讓很多國家 歐洲還是美國 他們禁止這兩個要湊在一起 但是我們國家沒有禁止 不禁止 所以你不要說 這個沒有效再吃那個 還是說這個沒有效吃加強定 這樣請問一下 如果說像女生 會有經痛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他短期使用 那每個月如果只是吃個一兩顆 這樣子的話 對那無所問題 其實我之前遇到一個 他經痛的他怎麼樣 因為他有些人的偏頭痛 會跟著月經期間來 所以他是月經期經痛 然後經前就是偏痛 然後所以呢 他一開始也是吃一般的經痛的藥 後來他發現沒效 你知道他用什麼 他就用感冒糖漿 然後真的他很莫名 他就亂配了他感冒糖漿 後來感冒糖漿成癮 所以他就是每次那種 月經期間或什麼 幾乎一整個月都在吃 他感冒糖漿好像說 最多一天可以喝到五六瓶 好誇張喔 當結合飲料 對那我跟你講他最詭異的 他是當慶功在用 我不願意 為什麼喝乾杯 我以前認識過某個署的官員 是高級知識分子 他也是抽屜打開裡面 都是感冒糖漿 真的 這例子他也不是出現了腎臟病 也不是出現了肝的胃體喔 醫生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關你 因為這個女生後來 他是出現早發性的失智症 失智症 失智症 想像不到 今天這集太精采了 怎麼會 怎麼會變成我們想像不到的年紀 想像不到 其實這是可以解釋的 因為服用止痛藥之類的 這些東西會造成 18歲 18歲是真的 這麼年輕 他是天生的還是 沒有 因為他也是頭痛 因為他一個人 我現在不痛啊 幾天以後又繼續噁心嘔吐 然後小便開始覺得怪怪的 腰痛 再送醫院已經來不及了 醫生說你要開始犧牲 慢性腎炎引起尿毒症 你完全沒有感覺 你噁心嘔吐 其實都默契了 好